目前这个暴命中毒株感染以后呢 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还是基础病 年人有其他的一些疾病 真正直接死于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灰衰竭的很少 为了科学的这个石球式的这个来反映呢 新冠疫情这个造成的这个死亡的情况呢 卫健委呢最近也组织专家进行了这个论证 那么印发了相关的一个通知 明确对相关死亡病例呢进行相关的判读 那么这里面主要就是两个方面 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 那么归类为呢是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 而以其他疾病基础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 比如心梗等等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呢 就不把它归类为这个新冠导致的死亡 那么为了这个更好的规判呢 这种这个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的一个统计 那么目前呢也在做相应的一些这个培训 那么要采取会诊和死亡讨论的方式 来最后呢这个判定这个病人到底是死于新冠呢 还是死于其他的基础病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不回避呢 这个新冠它的危害性 那么同时呢也要科学的看待新冠它的危害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 sweater